中共这个辣椒布的这种反应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很愚蠢 就是把这个事情本来可能是一个司法范畴的事情 他一定要把它弄成一个两国关系的事情 这样呢就是实际上给这个案件 这个后头的余地被中共自己给弄霉了 本来可能不至于影响两国关系的这个大全体 但是呢外交部这么一做 这个后果其实就反而是相反了 那么还有就是军方的这种激烈反应 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华为的军方背 为什么别的部门没这么激烈 为什么军方要把它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呢 我觉得这中间很可能就是它反应出 至少让人会这样开想 这中间华为这中间有军方的利益和军方的费息 但也不是所有的军方都这样 就是我们看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 有这么一天文章刚刚发的 他就讲他说 昨天《环球时报》在北京举行联会 我就是念一下这个军方人士的一些观点 一个是《香山论坛》 这个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 也是金科院的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这个叫赵晓卓 他就说关于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这一点 他说中国短时间没有能力改变 只能加强理解美国的现有法律 想办法规避 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 就是超限战的那个作者之一 给桥梁少将 他就说中国还是力不如人 那口气得咽 他说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 互抓间谍并互相交换 中美如果进入冷战 中国就得忍受这种结构的制约 所以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 比如像原来南京军区副司令 王洪光中将 他就说台海火山即将爆发 这种言论 如果拖得太久 台湾没有中国人全是台湾人了 但是像罗元少将 也是一位强硬的新方人士 他就这么看 他说与台湾和平统一代价虽然最小 却面临包括台湾民意不接受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武统的立场 就是这个大陆这个驻美公使 李克星去年12月8号所讲 就是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现在实际上看 就是新方议件也不尽一致 但是呢 如果说现在是因为这个华为事件 就引发这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在台海在南海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现在中共不具备和美国进行 被赖金是对抗的能力